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今年活跃在各种舞台上的美丽又可爱的金晨 不着急 不着急 我们前段时间在一个时尚活动上 在那个沙滩上的时尚活动 我第一次见到金晨 还是很震撼的 那个沙滩上他穿了一身礼服 就这高跟鞋 然后整个人发着白光 太好看了 我就冲过去了 我就想跟他打个招呼 我还没来得去说话呢 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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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快救我一下 我插地给他 掌声欢迎金晨 我个天呀 大家好 我是金晨 是不是得这样 第一次说脱口秀特别地紧张 因为我从小练舞 练得我能歌善舞 不会说话 在台上的原则就是 能动手就不吵吵 我一吵吵呢 就容易说错话 像今天这么多人看着 就更难了 我都在屋里了 都在屋里了 前两天我确实和李淡在一个活动上碰见了 他看见我就晃晃悠悠地走过来 哎呀 你本人比电视上好看啊 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你是怎么保养的 你这个 我说行了 讲脱口秀有空 你起来吧 今年我主要都在演戏和跳舞上 感觉就是累 脱口秀跨年呢 是今年干的最轻松的活了 我在舞蹈节目上面 又是排练 试音 灯光 舞美 得排个三天三夜 脱口秀排练 就三秒 喂喂喂 哎 能出声 我之所以让自己这么累呢 是因为我有两年没拍戏 在家隔离 那时候还没疫情呢 后来终于有机会演戏了 我爸妈为了让我恢复自信 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就说 看到别的女演员 哎呀 这反派可不能这么演啊 得向咱们女儿多学习学习 大喜你说应该怎么演 我当时就炸了 我说能不能让我好好看会儿电视 我妈说对喽 反派就得演出这种要打亲妈的感觉 拍戏对我来说难度还挺大的 你们别看我脸小 我脑子也小 记不住词 超过两行就是添书了 只有一次 六行的词我全顺下来了 导演带所有人鼓掌 我说我都没想到 导演说我也没想到 摄像说我这谁能想到的 我都没开机呢 现在我满脑子里都是工作 只想搞事业不想搞感情 所以恋爱节目邀请我的时候呢 我很犹豫 最后一咬牙一跺脚 只要能工作 不就是谈恋爱吗 没问题 况且也不是坏处 谈成了 上情侣综艺 谈不成 参加下一季 怎么着都能再接个活 好好啊 上完节目呢 网友还说我 约会有技巧 遇见不喜欢的嘉宾 就不顾心向的大口吃东西 遇见心动的呢 就装淑女小口吃 哎呀看完他们的分析 我就乐了 哼 哎呀区区几个男人 还能耽误我吃饭啦 其实很简单 大口吃是因为我嘴馋 小口吃是因为菜喉咸 你以为这是什么约会技巧 其实是我胃口太好 其实我挺烦上热搜的 因为一上热搜吧 就造谣有新恋情 我有时候就是想吃个饭 他们就说 金晨和一男子见面 二人共进晚餐 第二天经纪人就问我 为啥深夜和一个男子见面 我说因为我馋了呀 馋饭啦 我就是说话不过脑子 很多人觉得我有社交牛叉症 其实我去人多的地方 我还是挺怯的 但是想着来都来了 也不能尴尬着呀 比如饭局上 旁边坐着我不认识的人 我就会说 哎 我跟你说个事 这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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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这是一发计 气氛瞬间破冰 他说你干嘛呀 我吃饱了 撑的 我的粉丝都说 我挺好一女的 可惜长了张嘴 我就是老说错话 我也没办法 大跨年的 我也想像别人那样 跟你们说两句祝福的话 就在屋里了 谢谢大家 我是金城 谢谢大家 我是金城 谢谢大家 我是金城 谢谢金城 谢谢金城 刘布 刘布 你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眼 这扇子居然跟鞋还是配搭 我看你 特意选的 请坐 刚刚那个格是怎么回事啊 太费解了 你就是想打就可以打出来是吧 对啊 想打就能打 为什么会练一个这样的技巧呢 就是怎么出一种什么心理 要掌握一个这个技术呢 就是嫌自己太好看了是吧 不是就是化解尴尬嘛 这不 我现在也能来 没有必要 我现在真的没有必要 谢谢金城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第一个 二被这个球已经填满了 作为一个跨年晚会 怎么能没有分会场呢 我们准备的第一个小彩蛋 就请分会场的朋友们 跟大家分享一下 掌声欢迎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